有一个朋友到现在欠我不多 可能大几十万 律师什么我都自询过了 这个钱我绝对能要回来 因为他名下还有一套房 但问题是他的这个房 是跟他老婆和孩子 你知道他老婆孩子在住这个 我如果把他申请强制执行 那说白了就是变卖这个房 他除了欠我的钱 他也欠其他朋友的钱 那我就当时在纠结 说白了这个钱 我要不要走强制手段 把他要回来 那我现在选择的就还是 我最起码没有去要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当时我就意识到 他这个钱可能不会去还 那我既然这么选择的去相信他 那我不如就像我说的 我相当于我投资了一个股票 未来他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那我觉得也OK 证明我看着没有错 前两天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跟我借钱 不叫借钱 他是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是有一个人要买一辆车 这个车呢 卖给这个人呢 可能咱打个比方能挣20万 因为是个500多万的车 他呢 人家付了定金 但是他手头上的钱不够 那当时就跟我说的是 一人一半 每人出个200多万 然后呢 每人到时候分个20万 等于有20万的利润 时间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周不到 这件事情按理说 没问题 对吧 当生意去做的话 一周的时间 你拿个200多万出去 然后你挣个20多万 我觉得10%也很OK 但这里边有一个风险是什么 如果他跟我说的是假话 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问题的话 那是不是我这个钱就可能打水漂了 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我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第一 我不缺这20万 但是我很重视这个朋友 所以这件事情我又不能直接的拒绝 我也不能假设他是骗子 因为这对朋友公平 但是我又要规避自己的风险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我既然已经有这个答案了 第一 我对这个钱不重视 但我重视这个朋友 那非常简单 我跟他说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呢 现在账上有的是什么呢 我参与个比如说100 你呢 你愿意给我点什么所谓的利润 你就给 你不给的话也不那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钱 它是绝对有偿还能力的 咱打个比方吧 具体的数我就不说了 然后 行 我就把这个钱 给他打过去了 然后昨天也把那个钱 连赚的钱给我打回来了 所以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有的事情 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从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被骗跟失利当中 我明白一个道理 别人跟我借钱也好 投资也好 投资一个生意也好 我最后考虑的才是利润这一块 我以前之所以被骗出问题 是因为我先考虑的是利益 这件事也没有错 但你往往在考虑利益的时候 你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点 所以我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先不考虑利益 像这件事情 我考虑的就是这个朋友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事OK 哪怕这个钱就没给我 那我是因为我对这个朋友上的这个投资失利了 而不是因为我贪图这个利益失利了 这两件事情看似一样 但对我来说是个完全不同的